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接着讲这幅画 还没画完,我们一边讲一边画 这幅画上次讲到这一部分以后,下面还没有讲 这个水我大概画出来了,这个水口等于会再收水 咱们先把这一部分再完善一下 再往后延伸一点 这个就是说是了,再提一下 我先把这个大龙活线勾出来 用略微重一点的墨色 把它勾出来 这个呢,它这个呢,这个三个它是 相对来说比较那个杂 比较树 把它延伸到后面去 这个葱的时候呢,最好是用虎皮葱 因为这是北方跟南方的三个不太一样 葱呢,主要是先从这个是阴暗的部分 先大概地葱一下,把这个三十的转折面了先 大概地交代一下,交代一下,随后我们再收拾它 这个呢,沿到后面去了,这个在前面 但是这个颜色就有点浅了 有点浅了,咱们再往前提一下 颜色加重一点 把它提到前面 大家看,我这是一边画一边就直接就葱上了 我直接就葱上了,边画边葱 当然有些话呢,需要是先把大的龙块勾出来 完了以后再葱 这个是规据你要体现的题材 也不一定就是说,都要先勾出来以后再葱 一边画一边葱也行的,也行 都是不可以 这个留庸的部位呢,尽量化虚一点 这么的话呢,它就有语容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也就是说是语容的那种感觉了 继续画 因为这一部分呢,相对的来说呢 离我们的静一点 静的部位呢,目色稍微重一点 重一点 一个是在画面的构图里头呢 是为了呼应这一块 呼应一下 现在再一个要强调的现在呢 咱们就说这个是水口的问题 为了涂出这个水的白 那么呢,靠水的这一部分呢 应该呢,相对的来说呢 深一点 把颜色加重一点 它就显得这个水呢,更为突出 一般情况下呢,在靠水的部位呢 不要,石头的结构啊什么的 你就不要交代得太清楚了啊 你交代得太清楚了 以后反而成水呢,造成一座红乱 你说过了这个水 水的这个石呢 不为了涂出现不出来 大家画的时候呢,不要像我一样 最好拿个顺质 调一下 我这个画习惯了 我这个画习惯了 你看这个婴儿的部位呢 我稍微要把它加深一点 为了就是说是把这个水来挤出来 把水的这一部分挤出来 把水的这一部分挤出来 半层出来也就是 画里就叫半层,本方叫挤 都一样 都一样 就这个意思 热味的加重一点 再一个就是讲一下这个梅雷的记者 这个水的 怎么体现水呢 就是说是水的中间露出这个石头的部位 这个部位呢 石头的方向呢 代表水的方向 你的石头决定着水的走向 所以说画这个是水的 山泉呀,瀑布呀,这一类型呢 在留石头的时候 画中间这个石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向 注意一下方向 嗯 它是代表着水的走向 嗯 嗯 这个地方呢,就虚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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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以后呢 有些地方呢 在上色的时候呢 可能还要收拾一下 啊 暂时了就这么先收拾一下 嗯 到最后一步上颜色的时候呢 嗯 把这个了 这个了 深的部位了 不要留死线 尽量了 扫一下 让它过渡一下 显得更自然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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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注意 啊 注意笔触 有时候呢 这个笔触呢 很重要 它一个笔触呢 代表一个石头的结构 或者说石头的走向 方向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 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了 根部了稍微的轰染一下 轰染一下了 目的呢就是 为了把这个 嗯 融也好 这个融层啊什么的 反寸出来 这个反寸啊 这个反寸啊 一定要注意 留白的位置 大小 参擦不起 不要留死的 嗯 反寸一下 反寸一下 比如说白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它就等于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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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了 来了以后了 上色的时候了 可能还要强调一下 还要强调一下 具体 嗯 嗯 在什么地方还该 需要 修改啊 或者说是 还得有一些太死的地方 嗯 还要 往火里 修整一下 啊 不怕有问题 不怕有问题 就怕是你发现不了问题 有问题 没关系 啊 这个呢 你可以呢 在经营的时候呢 可以修改 啊 啊 就怕是你发现不了问题 有问题